乌克兰军方公布的最新画面 乌军的高射炮再度瞄准 俄军部队奋勇抗敌 不过南部港城 马里乌波尔 俄军下达的最后通牒已过 俄军持续抛袭 几乎每十分钟就轰炸一次 民众哭着说 整座城市已经找不到地方避难 俄军设定的最后通牒前 当地民众大包小包赶着撤离 俄军已经切断水电和食物 因为再不逃不是被冻死 就是被饿死 俄军赶紧杀绝不止阻止平民逃难 还喊话说 如果再不投降 就等着被活满 马里乌波尔南街 克里米亚接壤乌东 是通往地涅布罗的重要战地 俄军事业拿下这个城市 而且越打越死心 遭到轰炸了艺术学校 躲在里头避难了四百多名平民 到现在仍生死未卜 车城武装分子宣称帮忙市民撤退 还有士兵抱着小孩 说是要协助撤退 但乌克兰指控 他们把十几名孤儿 带到俄罗斯控制的区域 恐怕沦为人取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